来 谢谢啊 没事 拜拜 刚才那男的谁啊 你为什么穿着她的衣服 一个同事 今天变天 我衣服穿少了 人家好心把衣服借给了我 那你手里的花又是怎么回事 不会也是她送的吧 你别那么小心眼 今天我生日 人家送我花不是很正常吗 都是同事 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我也不好拒绝呀 不好拒绝 我看你是压根不想拒绝 你要是想拒绝总有办法 别忘了 你可是有家庭的人 哦 所以你和你的女同事暧昧不清 也是因为压根不想拒绝吧 你是不是也忘了 自己也已经有家庭了呢 你怎么来了 哦 你别误会啊 妍妍穿裙子不方便弯腰 所以我才帮她的 她就你是一个同事吗 那她一个女生都开口了 我总不能不帮忙啊 真是小肚鸡肠 下班了吗 我们一起走 涛涛哥 来了 你先走吧 我还在帮你演改方案呢 涛涛 你兜里的口红咋来的 哦 上次言人说公司太冷 我就把我外套借给她了 应该是那个时候不小心乱下的 她冷就一定要穿你的外套吗 那能怎么办 人家小姑娘主动问我借的 我总不能把人家拒绝了 然后也看着人家着凉嘛 你在干嘛 盐盐在这小区住 我顺路送她回来 你怎么没在这啊 我来附近买东西 涛涛哥 你看嫂子眼圈发紫 眼闻这么多 平常肯定没休息好吧 不用管我了 快带嫂子回去吧 哦 对了 你送我的礼物我很喜欢 那我先走了 明知道她在公司对你不一般 你还要送她回家 还送她礼物 礼物是因为之前我生日 人家也送我了 众目睽睽之下 我不想当众拒绝人家 人家女生多没面子呀 就收下了 现在回赠一个 那不很正常吗 那她说我眼闻是什么意思 这不是明摆着挑衅吗 你想多了吧 颜色关心你 你眼睛上闻多得跟妮菜叶一样 人家说话已经很客气了 我懒得跟你结这么多 妮不想回去就在这待着吧 我都说了 我和爷爷只是普通同事 你怎么就不相信呢 我承认 她是对我表白过 但那都是她一厢情愿 我没有接受过呀 你是没有接受过 但你也从来没有拒绝过不是吗 没有直截了当的拒绝 就是在给别人留机会 她的主动和越界 都是你默许了的 你只是特喜欢这种 有人追捧的优越感 揣着明白装糊涂 享受暧昧罢了 可你要知道 人手里捧着的才是花 苍蝇围着的 那叫十五月 这不就是个家庭主妇吗 你大学毕业工作了一年 就做了全职妈妈 你认为凭什么能胜任这份工作呢 凭全职妈妈我都做过了 我想没有比这更艰难的职场了 杨豆豆 我在蓝色衬衣呢 在衣柜的第三层里 那你还不赶紧来给我找找 这几点了马上要迟到了 全职妈妈 都有很强的时间管理能力 能全年三百六十五天待命 能白天晚上连轴转 能接受没有薪水 没有假期 喂 你怎么物业费还没去交啊 人家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 我刚带孩子洗了澡 然后又去超市 买了 全职妈妈 还有很强的理财能力 奶粉四百五 水费一百一 物业费五百 油费这个月是八百 老公 这个月开销点大呀 能不能再给我转点生活费呀 花销蛋你就不能省着点花呀 天天就知道给我要钱 我钱是大根挂来的 不仅如此 全职妈妈还有应变能力 察言观色能力 自我调节能力 体力 以及极强的抗打击能力 同时 我还是一个专业的清洁工 高级营养师 和万能修理工 所有职场需要的能力我都具备 可就因为我是全职妈妈 所以这些能力就显得一文不值 陈衣怎么又没我写 在家能不能跟点正事 你能不能往边上去拖呀 你这么大一大块 把电子挡得死死的 我还怎么看呀 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参加同学机会吧 别逗了 我怎么可能带一个黄脸婆出去 你也不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那脸上的皱纹比手里的抹布还皱 这是一点自知之明都没有 作为全职妈妈 我更能胜任高强度的工作 更能面对苛刻的老板 因为带过孩子 所以我更有耐心 更有责任感 也更懂得如何去沟通 这是为了更好的了解贵公司 我整理的一些资料 虽然离开行业三年 可我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 可就因为我之前是一个全职妈妈 因为我不再年轻 就没有公司再愿意相信我 这不公平 你确实很优秀 但是 我懂了 等等 欢迎你入职 你们在干什么 你凭什么打唐涛哥 你们做的那些事我不该打吗 唐涛哥 唐涛哥 小迷糊 小迷糊 你怎么来了 我不刚从外地回来吗 这还没回家 你就直奔你这儿来了 我可想死你了 涛涛 这是 这是妍妍 我从小一个月里长到她发小 这就是嫂子呀 看着打扮 我还以为是你请的小事工呢 你还别说 她这满脸斑斑点点的 真跟四十岁的保家一样 哎呀 唐涛哥 我刚下飞机都饿死了 快去想吃好吃的去 走吧 想吃什么 我买饭 可是家里的饭都做好了 那你就在家吃吧 人家房子出了点问题 在咱家借住一段时间 哎唐涛哥 我睡哪个房间 要不就这间吧 那是我们的房间 你难不成要跟唐涛一起睡吗 那有什么的 小时候我们经常一起睡 是吧唐涛哥 你会不会有点太过分了 你这凶干什么呀 妍妍只是给你开个玩笑 你看一小楼机场的样子 就好年代啊 就一定要让你送她吗 唐涛哥 好了没呀 我痛好痛 我想回家 好了好了 马上啊 妍妍不愿意别人送 我也没办法呀 那我跟你一起去 唐涛哥快走嘛 人太多了 我不舒服 就我一个人 人到底多在哪啊 杨逗逗 你和一个喝醉的人争什么呀 真是无理取闹 有着功夫 你还不如打车回家收拾收拾你自己呢 你看看你这个暗黄子 两个恶不恶心呢 出来就不能多用粉底液遮嘛 明知别人有女朋友还尚赶着去倒天 就是故意给别人的生活带来麻烦 而刚才我的那巴掌 就是你给她带来的麻烦 关女士 我希望你搞清楚 我这个人虽然对狗过敏 但是我从来不怕狗 你 还有你 不必打着友情的幌子搞暧昧 我没兴趣跟你玩家里红旗布导 外面才旗飘飘那一套 如果你连一心间最基本的边界感都不懂 那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在一起了 我们分手吧 现在请你和你的发小马上离开 这是桃桃哥的家 你凭什么让我们走 这是我的家 他只不过是个蹭住的 豆豆 我错了 你听我解释好吗 出去